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全球投资报 我是主持人林承映 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资深证券分析师财纳克 大家好我是财纳克 我们和财纳克我们在这个单元 每次跟大家讲一招 一招毕命 一招的话判多空 一招就发 对啊重点是一招就要发 好我们现在讲到说这个一招就发 对很多朋友来讲 刚开始进入技术分析会有点烦恼 就是说有经验的跟没有经验的 跟有方法跟没有方法的 在判断同样的线 他有时候觉得说 这好像上得去 有时候看一看的 其实他好像没有上去又下来 所以到底会往上还是往下呢 这中间赚不赚钱都插在这里了 所以在这次财纳克要告诉我们 到底压的压不住 到底撑的撑不住 那这个往上和往下的话 观念就在这里 也现在请财纳克来帮我们这个提醒一下 是的 那我经常讲到技术分析分为三个区块 一个叫做分析 一个叫策略 一个叫新法 而我们今天聚宝盆新法 谈论的是均线真言篇 我们之前有讲过股市的真言篇是什么 对 股市真言篇 真言叫什么 叫做涨不上去 跌下去 跌不下去 涨上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法人真言篇 利用外资的力量 来检验 它到底是涨得上去 还是涨不上去 它是跌得下去 还是跌不下去 找寻多空反转的那个时机点 那就是我们利投资所在 那么股市之中的操作 无非是想赚取一些利润 而利润来讲的话 最重要是 你下手之后 它能够稳搭搭的赚到钱 这才叫做 真的叫投资 如果你下手之后 它不一定赚得到钱 它也可能赚得到钱 它也可能赔得到钱 那叫做赌博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技术分析 这个聚宝棚这个系列里面来讲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何稳搭搭的出现 怎么样的讯号 你下手就可以赚到钱 所以我经常跟投资朋友们讲 它中间的多空转折的 那个纠结的位置 不是我们要去跟它拼斗的 我们等到它确定 趋势要出来 不管是多方趋势 还是空方趋势 原则上面 我们只赚趋势利得的那一段 那我们叫做方便财 我经常讲到 如果股票市场它要走空 不要告诉别人说 我有多么神 从一千多档里面选择会 往上涨的股票 不要逆势操作了 那就是浪费头脑 它既然走空头 我随便挑一档股票 一踹它就倒地 那就赚钱了嘛 那我股票如果它真的要走多头 我何必一定要找寻哪一档会往下飙的股票 何必呢 我只要掌握那个趋势 我随便买一档股票 买了 当场套都没关系 第二天 昨天的高点就是今天的低点 它一把你带上去 那就可以赚到钱嘛 所以 投资朋友们不要烦恼 尤其在投资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 不要烦恼 永远是掌握方便财 方便财的掌握 就是我们经常财子学堂这个TV里面 这个聚宝盆系列就告诉你 每一次一招赚取方便财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均线正言篇 均线正言在这边 这边是K线 那这边是均线 刚刚财商课提醒大家的重点 就叫做顺势操作大富大贵 逆势操作伤痕累累 是 对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方向看清楚 是 那我们这次要找寻的是 用均线来找寻 真正的多空转折的确定讯号 只要找寻到原则上面 就可以赚到钱 我们先来看到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上面来讲的话 它有几个地方 有什么撑不住了 对 有什么压不住了 是 那么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它利用移动平均线 我们回头去想想 移动平均线是什么 移动平均线是市场上面的成本 成本就大家平均的成本 当价位跌破大家平均的成本的时候 市场上面有惧怕害怕希望把他持股减少的这样子的心态 上来就想卖了 就想卖 他不上来他更想卖 因为他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因为买个买股票买个几天之后 就都在套牢 他晚上睡过假照 他吃药没有用 他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睡着着觉 就把股票卖了 他才能睡着着觉 但是来讲的话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讲 移动平均线是大家的成本 也是市场上面的心理的一个成本压在那里 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成本 而这个成本呢 在趋势又往下走的话 那原则上面 就会增加市场的什么 市场的卖压 是 有些人是三天买的 他又套牢 有些人呢 三个月买的 平均起来 更是套牢 套牢又套牢 你套牢 我套牢 他套牢 大家心里面都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我刚刚讲过 那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马上卖掉就睡着觉了 所以你也想卖 他也想卖 市场上面就有卖压会 不断的像滚雪球的越滚越大 所以这个我们讲到 这一定有平均线 不要小看它 它是市场上面的心理线 但如果股价 它在移动平均线之上 也就是在大家成本之上 你我呢 像这边 也会 在茶余饭后里面来讲话 会互相标保 我三天买的股票 他就赚钱 你三个月买的股票 也赚钱 最后大家探讨了 不是在赚钱 是赚多少钱 是赚大钱还是小钱 后来发觉到 我只有买一张 你却买30张 那我只好用羡慕的眼光来看着你 这个时候 既然有成功的典范 站在我旁边 他买30张 我明天马上补29张 这就是市场 这就是市场上面的心理 所以价位如果在移动平均线之上 大家比的什么 是比的什么 是赶快去追 对 那个仓位要越来越多 所以会造成 也是一种滚雪球的一种现象 也就是买气越来越准 是 那所以刚才 我们这个财大科特别提到 在这边 在我的这个左手边 那么往上的话 由于这个均线的趋势是往上了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多头的效应 那留意在这里 那么当这个均线的话 它的纠结向下的时候 就要留意了 它有一点撑不住的迹象 那么股价就慢慢的下来 那么就是刚才才那个所提的 好像要卖掉才睡得着 但是卖掉又亏钱 这心情多差 是 但是最重要 中间有一个差别点在哪里 有人三天买了 他套牢 但有人三个月买的时候 他同样一张股票 他还在赚钱 他买的比较低 对 他买的比较低 但是三个月买的股票人 如果他不卖 最后又跌回来的时候 他的心痛 比三天买的人心痛 还痛 因为他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 里面整天在注意 股价有没有跌破我的成本 他花时间长 把他生命都投入进去 最后白干一场 所以真的要了解 如何的来破解这个叫做均线真言 来破解他的一个密码 所以大家现在跟着我一起来念 均线的真言 均线真言怎么念呢 开始念了 均线称不是称 均线压不是压 只在测试而已 测试什么 测试多空 他到底是多还是空 股价在卖动的过程之中来讲的话 你不可以说他涨就是多 你不可以说他跌 他就是空 他因为他是有个过程 他有个轨迹 我们叫做趋势 测试而已 测试什么 他有得到一个答案 这答案是 确定他是多头还是空头 那么他第二句话 你再听听看 他第二句话是这样讲说 均线称就是称 均线压就是压 只在多空而已 他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是多头 他均线就称得住 如果他是空头 均线就压得住 是 所以当你把这个均线政业 了然于心之后 你可以好好的去睡觉 白天起来看看盘 因为你已经知道 他是多还是空 你说怎么看 因为股票市场来讲的话 永远是多空群化 不会一直涨 也不会一直跌 譬如像我还记得 在1990年吧 那好久以前了 到二月份 我好像还是小学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 我不是小学 我已经在 我已经算社会人士 已经是分析师了 我那时候还不算分析师 还没考上 那时候在一个企业做经理 刚好那个企业要上市 所以呢 我开始了解 股票市场是怎么一回事 一看 当时来讲的话 指数冲到12682 在1990年2月份 台湾股市冲到1212682 这个数字 之后我就没有太理他 因为我当时没有操作股市 但是经过8个月之后 他把前面的1去掉了 他只剩下 剩2485 他只剩下2000多点 哎哟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趣了 什么瞬息万万遍 但当时过程来讲的话 总共经历8个月 是 有些人认为12682 跌到1万点 跌够了 是 进去买 跌到8000点 更是便宜再买 是 也就是说 他8个月跌到1万点的 这过程中 死了最惨的人 不是在买在12682 12682 马上被套牢 那我刚刚讲说 套牢要好 睡觉怎么卖 看不对就砍了 就把它卖掉 你就睡着了嘛 就可以好好去睡觉 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 他一下来 再买一点 他再买一点 再买一点 等到你受不了的时候 全部卖出 刚好是2485 这个低点就出现了 所以呢 股票市场的高低点 的支撑与压力 不是你说了算 是市场说了算 所以我们在 这个金融市场 我们的操作 永远是要尊重市场 对 我们的 即使我们是个专业的 或是极为专业的 这个分析人员 我们仍然要尊重市场 对 由他去 他说是多 就是多 他说是空 我们绝对不做多 这才是叫做专业 那我们怎么看呢 今天的股市政研告诉你 既然是说 均线撑就是撑 均线压就是加 他只在多空而已 也就是说 如果他是多头 他的均线 他就撑得住 股价跌回均线 均线往上 均线就要撑得住 是 但是走到一个位置点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 他原来均线撑得住 后来均线撑不住 就如同这张图表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的左边 对 这张图表的左边 有一个位置点 叫做什么 压不下去 压不下去 然后呢 他旁边又有个 又有个字叫做 撑得住 撑得住 既然是压不下 又撑得住 这个地方叫做市场的低点位置 是 但他慢慢的往上走 往上走走到这个图表的 接近中间的位置点 他发现出来一个 他的价位居然移动平均线 把移动平均线跌破 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是股价在均线之上 市场上面心里是 不断的抢买 不断的抢买 就险 就怕买的少 既然这样子滚雪球力量 这么大 怎么会把这个力量跌破呢 就个警讯出来了 这个警讯 是谁把它跌破了 是 是谁 是你吗 还是我吗 都不是 可能是大咖 可能那个大咖 我们上次有谈到 法人斗不过董监 你还记得 是 董事监事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叫做大咖 他们的小姨子 他们小小舅子 手中的户头多的是 不用申报说要卖出股票 就用他们的户头去卖就可以了 所以大咖 他在市场上面 真正的自然的一个力量存在 当你发觉到股价本来在均线之上 均线撑得住到一个高点的时候 居然股价把均线跌破 这代表市场上面均线撑不住 撑不住 那么均线已经告诉你 警报出来了 均线撑不是撑 均线压不是压 只在测试而已 他一测试发觉到这个位置点 已经出现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把市场往上买的力气完全打破 就告诉你高点就要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均线正言篇 不是所谓的大家 能不能像小孩子学鸭鸭语啊 好像学什么 就是学好像念起来很溜的那种话 不是他有真正的用意 所以叫真言 真言就是假不了 他就是市场上面真正必须要记得的东西 所以我们大家再一起念 均线撑就是撑均线压就是压 只在多空而已 均线撑不是撑均线压 不是压 只在测试而已 你发觉到既然是压不下去 又能够撑得住 他就是低点的位置点 你发觉到撑不住 而且又压得下去 他就是高点位置 所以你晚上就可以自然睡得着 你只赚中间的趋势那一段 赚这一段 只要赚那一段就可以了 那个头和底啊 顶和底啊 不是你要去掙扎的 是法人和什么 和董监他们去厮杀的地方 不是你要玩的 你要玩的时候就确定 他是怎么样的方向 这个时候你再去参与股市 你就赚个方便财就可以了 是的 在这一次的话 财纳科特别提醒大家 睡得好睡得着 就把这个真言把它记下来 然后呢找到中间正要的趋势 赚中间这段 那么你就可以呢 晚上好好的睡 而且还能够赚到方便财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操作顺利